现今这个社会真是闻癌识变的 身边很多朋友,不是这个癌症就是那个癌症 所以作为普罗的大众对于认识癌症这个是很必需要 以及如何预防是一定要清楚的 有很多人认为癌症是一个绝症,不能预防的 其实根据美国的报道,在世界的癌症研究基金会 WCRF和美国的癌症研究协会AICR有一份最新的报告 它在这份报告里面告诉我们 评估如果在美国吃营养的饮食 積極地运动和控制身体内的脂肪 也可以避免有很多种癌症 它还不计这个因为吃烟而引致的癌症在内 报道说可能避免38%的乳癌 45%的结肠癌 36%的肺癌 39%的胃癌 47%的胃癌 69%的食肚癌 63%的口腔咽喉癌 70%的子宫内膜癌 24%的肾脏癌 21%的胆囊癌 15%的肝癌 和11%的前涅腺癌 报告就认为 如果你饮食是好的 你又有运动 和你控制了你身体内的脂肪 它说能够预防美国12种癌症内的34% 12种癌症 34% 已经很好的效果了 除了它还能够预防所有癌症的24% 所以各位朋友 你听了这个评估报告 你认为我们的身体 如果能忍耐口 健康一点 做一下运动 和你能够的情绪稳定好一点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预防很多癌症呢? 这里已经画了一个数字给大家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 保持健康体重 饮食均衡 和做多些运动 那你预防癌症就有把握了